他叫25年3月10日 國父孫中山因為地上冠冉 在北京協助便宜貴心 社民裡面的經常就是當時民眾 所以這個從這裡面就好 孫中山當年革命的足跡 遍及海外 因此過世時 就連很遠的巴西 古巴和墨西哥 也都有海外華僑舉辦追悼 而當時還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 北中南各地 更是有成千上萬的人 冒著被抓的危險 參加追思活動 他998年3月12日 千萬台北洪水不死案 在暗海國港後後選過政策 接下來由三個軟件的命案 嚇到當時的台灣社會 洪小會坦承傷害同學許家珍 並且毀失滅跡 下午洪小會就被帶往命案現場 進行重建 雄秀洪小會 跟整個口罩越動越 發生精進 第一次對方希望後 洪小會用洪水 破對方的死體 想要不死 這件恐怖的命案 在警方專力的政辦 終勝破案 就沒有人家在寂寞 而作詞人家在寂寞 首先要用洪水 在寂寞 並且讓我補充